新美食永和发生公路车口 那看到是路口的时候紧急下车 导致的车上妇人没有抓好扶手 后脑重摔落地陷入昏迷 就在全车包括司机乘客全部慌乱之际 有小六女童非常冷静 赶快打电话一九报案 让救护车及时到现场来救人 乘客抓紧车内扶手 B卡准备下车 但就在这时候 红色双印的妇人一个重心不稳 从后车门往前摔 一秒钟的时间完全来不及反应 就这样昏了过去 当全车人见状都慌了以后 却有一名小六女学生 相当冷静沉着控制现场 小女童和一19情指中心专员通话也曝光了 慌乱的现场清楚表达患者状况 事发就在15号下午 永和的竹林路上 241路公车在行车过程 驾驶突然一个急煞 造成该名富人没扶好往前摔 后闹烧着地 当场倒地不起 小六女童见状拿起手机 向救护人员清楚说出正确位置及状况 成功救命 当下通常医师还清楚 但是跑不起来 还是需要我们一九派救护车 还前往救护 非常地冷静 火较非常地清晰 年仅小六的女童挺身而出 积极反应让网友不禁表示 思绪相当清晰 也有网友反观自己 在这个年纪碰到 可能心里只会想着该怎么办才好 她的冷静沉着令人赞赏 记者娱乐位陈廷如新北昌报道 请不吝点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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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